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慢点 小姐 您的东西 有劳您了 没事 我在门口等您 好 好 浩子哥 张婉珠可是 宛都城有名有号的人物 咱真要把他绑上山啊 废什么话 我孙浩子还是 晚山寨有名有号的人物呢 怕什么呀 不是呢 浩子哥 这大当家叫咱们下山办货 这都用个女人回去 怎么个双菜啊这是 咱个娘子也是个吃果 我告诉你们 第一 这张婉珠 就是大哥喜欢的那个戏子 这咱们把他绑回去 什么城山 大哥还不乐出脾气来 这第二 人家买家说了 只要张婉珠 以后别在宛都城出现就行了 大哥那么喜欢他 能让他在峡山吗 买家满意 是不是 另外这第三哪 这一千块打烊 咱哥仨 坐地分了 你们哥俩 一人一百 一百 你小子他娘做梦都这么着 这么多气 高 高 实在是高 我告诉你们俩 我才娘敢把这钱的事说出去 我才娘活包了自己皮 听没你 是 是 走 走 快 走 走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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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 你还记得我是你爸呀 你给我上楼去 不然我叫人把你绑上去 有子豪的账我跟他一会慢慢算 爸 爸 这跟子豪没关系 干吗 来了老爷 老爷 你给我把小姐看住 没我的话谁都不能放他出门 是 老爷 你给你了 你给我带到寨人了 你不带来 我说你不带离开 你自己去哪儿 你先去哪儿 我用哪儿 我说你 就让你干了 才你干了 张小姐 张小姐 您放心 事先先收一半的钱 拜事成之后 我们会给你消息 您就到卧龙坡山脚下黑石房 付另一把的钱 晚山寨向来讲信用 事成之后 立刻把鱼管送来 一个字都不能少 只要少一个字 下次我们写的就是你 夫人 夫人 您的信 下去吧 这些人 姚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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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谁啊 姚师傅在这儿吗 师傅 有人找你 姚师傅 出大事了 师傅 怎么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姚师傅不好了 出大事了 这一天啊 我都拉着万珠小姐 去观音庙上香 今天到这儿之后呢 我就在门口等她 可是从早上到现在 我也没看见人出来呀 结果我就进去找 人倒是没看到 上香的东西洒了一地 对了 姚师傅 您看 我还看见这只飞镖 姚师傅 这可是山寨的飞镖 碗山寨的飞镖 糟了 是不是师姐被他们绑了 这 这 这可怎么办呢 子豪也没有在 对 师傅 今天早上我上街的时候 还看到子豪哥哥回来了 是吗 师傅 麻烦你跟我跑一趟 快快快快 大哥 二哥 我回来了 大哥 货办的咋样啊 您交代的 一样没少 全都办齐了 而且呀 我还给您办了一样 更好的货 是傻货 压上来 走 走 快 走 咋回事啊 哈子这儿 动 老师兄 咋回事 不是 你这是傻啥意思 我专名给您找呢 不是 老师兄 老师 别了 您看看 咋样 您说咋样 您说咋样 不是我咋了我 您说咋了你 你 你跟我办了件好事 你 办了件好事 什么事 这么算 别动 你轻点 伙说 好好待人家 你们俩 看好了 少了什么要你脑袋 是是 大哥 快点 再快点 快点 您别着急 我这够快的了 再快 我这腿都赚筋了 快点 快点 再快点 就算我求求你了 快点 好嫂 你这主意咋想了呢你啊 说实在的 嫂子又过世这么多年了 这些年您一个人 一直为了山寨忙活 弟兄们看着能不着急吗 兄弟知道 你喜欢这唱戏的张满珠 二话没说 下山就把他给抓上来了 对对对 大哥 你想着以后啊 必须得有人伺候您 得有个人给您端茶地水不是 后半也天凉 也得有个人给您捂个被窝不是 是 过个一年两年的 您再弄个小当家出来 您这 这山寨它也后继有人了不是 这我打你 大哥坐坐坐 二弟 你觉得这事咋样啊 大哥 我觉得这个事咱急不得 这个女的我认识 这个女的我认识 刘子豪的相好 我不在乎这个呀 到了我山寨 那就是我的相好的呀 刘子豪跟碧震中之间的关系 那可不减了 咱要是把这事给错绝了 对咱可不利呀 不怕 不怕 这个女人啊 我要定了 知道吧 大哥 你想要这女人没问题 可我觉得还是先礼后兵吧 没听明白 不是 二弟 你跟大哥说话 你知道 你别吻嗖嗖的 你有话直说 好不好 大哥 先要一大笔赎金 大哥 用了钱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着 还不找麻烦 您说是吧 对 对 对 那 那不对 那他要是不给钱呢 那大哥就渡房了 哦 还是二弟的主意好啊 好 那我就再忍一忍 三天期限 三天 好 大哥 大哥 东家 你喝点水吧 子豪 子豪 不好了 满猪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这两天 他每天都到庙里 去为你烧香祈福 可刚才 接送他的车夫 回来说 满猪不见了 他到庙里去一看 他随身携带的东西 散落了一地 他还发现了这支镖 慢点 恐怕是被山寨的土匪 绑了票了吧 东家 东家 我发现这张纸条 三千大羊 东家 我们上哪儿弄三千大羊啊 真的被绑票了 子豪 你得赶快救他呀 子豪 姚师傅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救他的 子豪要不然这样 我去找司令 让他派人把曼珠小姐救出来 慢点啊 不行 如果土匪发现了毕司令的人 那曼珠就没命了 我们还得自己去救他 雨萱 你跟我来 这 东家 子豪 好 这么多人就抓这么几个人 还让他们跑了 大日本皇军的脸 都让你们给丢尽了 好 军部急电 军部要我们回去汇报情况 你准备一下 集合启程 是 杜边军 是 我卢时向军部汇报 要做好心灵准备 铁川科长慢走 小姐 我爸说要放我出去了 不是 是太太让我给你送点水果吃 小姐小姐 小姐 出事了 有什么被我关禁闭更重要的 听说曼珠小姐被土匪抓上山了 那子豪哥呢 还不清楚呢 怎么了小姐 难怪前几天夫人提醒我 让我多加小心 怕你把我打晕了趁机逃走 原来你还真想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看衣服脏了吧 行了行了 吃点水果好好歇着吧 王老板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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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板 那你现在最少能借我多少 算了吧 一分都不借 好好好 就这样吧啊 算了算了算了 东家 玉泉 李老板的钱借到了吗 一到这个时候 谁都不肯出钱 你怎么留在这儿 我怕小姐一个人无聊 笨哪 我现在连个通风报信的人都没有了 怎么样 够解释吧 从这下去应该没问题吧 东家 要不然我还是去找毕司令吧 不行 那满珠一定会有危险 那你说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看来只有这样了 这样 天一如夜 咱们就潜入晚山寨 把满珠救出来 可是 别啰嗦了就这么定了 好吧 那我去准备准备 好 做准备去 好 好 小姐 你不能一个人去啊 那是土匪窝 要是去了就有去无回了 谁敢同我毕家琪 还不想活了 要不我们谁跟司令说一声吧 有他在肯定不敢乱来 你看现在什么时候了 再去玩地 曼珠姐就出事了 曼珠姐总是缠着刘子豪 他要出事了不是正好吗 就是啊 我要把子豪哥 从曼珠姐那儿抢回来 也要用堂堂正正的手段 你们回去吧 小姐 我们可是你的贴身侍卫 一步也不能离开你 可何况 你现在出去晚山寨 那么危险的地方 你们俩 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吧 我说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 回去 小姐 队长 这毕家琪匆匆忙忙的 去干嘛呀 谁知道 他总是想一出事一出的 谁知道他干嘛呀 这样 你去打算一下 是 杨副官 毕小姐她去晚山寨 就张曼珠去了 什么 小姐一个人上山去 就张曼珠了 是 我们拦也拦不住他 要不 我们先告诉毕司令吧 不行 如果司令亲自带人上山剿匪 晚山寨的土匪 一定会把小姐当成人质 到时候就更麻烦了 那 可是小姐她 亮他们也不敢把小姐怎么样 小姐暂时不会有危险 这样 你马上带人 到山下等着接一个小姐 我这就带人过去 是 大哥 大哥 我有一主意 他们要是真不交这赎金 咱们顺理成章 该拜堂拜堂 该入洞房入洞房 如果他们要是交了这赎金呢 咱还不仿人 大哥 您说您这么多年 您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那有意义吗 咱们呢 还是拜堂入洞房 给您生个小当家的 再说了 那刘子豪 忒乘您坏 那上回打死咱们多少地球 这回不给他点亏吃 他就不知道您的厉害 兄弟啊 你 说得我这心里 你拿个主意 猪脑子 可以不快去办 可以不快去办 西门外 方霸了嘴 朕 跑啊 西门外 方霸了 崔臣跑 无人找 不上辽马 赶架 小姐 你别进去 小姐 你别进去 都清楚了吧 你别进去 抓紧不知道 你放开我 你别进去 你放开我 刘老板 东家 我拦都拦不住他 小姐 你有什么事吗 我们家小姐一个人上山去 就张小姐了 什么 家琪上山了 糟了死后 这毕司令一定会派人去 这样张曼珠小姐就危险了 别慌 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 什么万全之策 赶快去救人哪 我们家小姐 可是为了你去上山救人哪 真是白瞎眼了 对你那么好了 小姐 这不是着急的事情 我们不能出一点差错 得想个好法子呀 想什么想 我看你就只想张曼珠 不想我们家小姐 刘子豪 你给我听着 要是我们家小姐 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教你好看 走 大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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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您看 我给您布置得多好啊 晚上您就请好吧您 快快快 赶紧挂上 大哥 您跟嫂子的衣裳 我再给您弄好吧 这个您得戴上 看大小合不合适 好好好 好看不好看哪 您看这有点 胖子 大哥年轻没有啊 年轻 最少年轻十岁 是 二哥 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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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来看看 您看 我给大哥布置得不错吧 小心点啊 小心摇底啊 不错吧 好 这是谁啊 干什么呀 这 给大哥 布置坏事啊 大哥 好嘞 不是说好了吗 为期三天呀 这这这这 没事没事 我知道 快点啊 大哥 好嘞 那好了啊 那边好了啊 大哥 不不不说老弟 是这样啊 他要是三天之内 把书记给拿着 我照就给他 把人给他送过去 知道吧 可这不符合 咱山寨的规矩吧 大哥 啥规矩啊 到了往山寨 就就按老子的规矩来 不是 我就 谁也说了 你看这个 放哪儿啊 放哪儿啊 那我 兄弟啊 你也不替大哥想想 啊 晚上啊 等着喝喜酒就行了嘛 嘿嘿嘿嘿 在这边 于全 现在马上走 不等天黑了 来不及了 曼珠和佳琪 现在都在晚上寨 如果去晚了 他们都有危险 再说 如果避震中 现在代言上山去 通匪看到避震中 那就更有麻烦了 可是 我们现在却很容易被发现 管不了那么多 我们随机一遍吧 走 钱被洗了 这些钱是不是常用来呀 拿着吧 千万要小心 好 走 坐下 老实点啊 张二姐 我们可就留你三天 这三天之后呢 二谈家 张小姐 坐下 坐下 受惊了 不许对张小姐无礼 听到没有 是 出去吧 走 走 我抓住她 你找不惊喜吗 不是 就是仅上人 我带死你 你怎么回事 我让你犯下 你为什么要对着 你来 我没想进去 我夹扇她 你的方便 这一天都不在家里待着 你跑哪儿去了 我 行了 行了 我 我 我 跟你说话怎么那么费劲 东家 东家 干什么呀 你还在这儿待着干嘛 还不赶紧回屋去 东家 听说张满珠小姐 被晚山寨的土匪绑上山了 什么 这 那怎么办呢 对了 不如我们去找何队长 何队长 让何队长出手帮忙 这次要是能救了张小姐 那以后让张小姐来府上的事 就容易多了 这个时候还说那么多废话干嘛 救人要紧 赶紧走 好 再一个人 你还真是 什么事啊 站长 张满珠被绑票了 张满珠被绑票了 一会打给你了 详细可靠吗 绝对可靠 饿坏了吗 赵小姐 您还是换上吧 般配 是 那您要不换 我可就让弟兄们帮您换了 怎么今天晚上就 过了今天晚上 咱就应该叫嫂子了 上这 对对对 你别不识抬举 咱们还不出来 是啊 应该能办事的 是吧 何队长 怎么样 救了张满珠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更何况毕家琪 现在又上了山了 弄不好 毕阵中还以为 这件事跟我们有关 还是少趟这趟浑水 是 是 是 明说 何队长 这 这个年头到处兵荒马乱的 备点实惑可靠 收下吧 这事我会处理的 这事我会处理的 谢谢何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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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好 驾 停 停 下来 干什么的 我是毕家琪 找你们老大 等下 等下 走 跟我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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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 假期不见了 我把他锁到屋里了 他曾窗户跑了 无法无天 杨副官 司令 杨副官人呢 杨副官他 吞吞吐吐的 说 因为小姐一个人上晚山寨去救张万珠了 所以杨副官去救他了 假期 犯了你们了 这么大事不跟我说 我闭了你 行了 女儿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你怪他有什么用 到底怎么办呢现在 就去所有部队 别闹谁 可是司令 可是什么 杨副官说 司令现在不等上山 因为小姐在山上 如果您一去 那帮土匪更拿小姐说事了 他是司令还是我是司令啊 去 是 司令 因为原来 董ixe 走 一小牌 礼啊 摄ட Russia 有me tre 你看 不看 你把 識了 可燙 真的 不能 弟兄专门 致大哥说两句 这个 弟兄们 大喜的日子 啥都不说了 多喝点 多喝点大哥高兴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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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倒上 给大哥倒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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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今儿是您大喜的日子 二弟王真心为你高兴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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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再敬你一杯 祝您跟嫂子早上贵子 早上贵子 来来来 兄弟啊 我跟你说实话 这话我爱听 兄弟们 你们放心 今天晚上入了洞房之后 我说你们过来过来过来吧 这马子也忘了过来 就是为了小当家的 干了干了干了啊 大当家的 啥事说 山下来了一个号称避震中的千金 要冲上山来呀 是 听没听见 您这儿做桃花树上了 是啊 刚刚上来一个 怎么又自己送上门来 没错 那个那个 那个压得可不好对付啊 上次就是他开枪伤到我们 行行行行行行 去去去 叫着进来 是 丁师妹 那我跟你们说 一旦 这个女子过来以后 这个 必加齐啊 大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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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啊 大当家的 你知道吧 我跟你说 郭小一 这 这是干啥的 大写日子干啥呀这是 把枪子收起来 快点 快点 毕家齐是吧 毕阵中的闺女 挺有胆啊 敢闯我的晚山寨 这有什么敢不敢的 不就是一个晚山寨吗 你还敢跟大哥合 我 我毕了你我 浩子 上 毕小姐 今天是我大哥大喜的日子 既然来了 酒头是客 来 喝杯酒吧 我今天不是来喝酒的 我想跟你们谈一笔交易 我晚上再跟你保安团司令部 有什么可谈的呀 啊 识时务疼啊 别搅了我的好事 行不行啊 郭小一 我知道你今天抢了一个女人 不过我告诉你她是我姐姐 这个人你不能动 哦 是你姐姐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毕家那点事啊 毕阵中只有你一个闺女 你哪来一个姐姐啊 我告诉你啊 今儿我让你站这儿说话 是给你个面子 要是换个日子啊 我让你吃枪子 你信不信 就是 如果她不是我姐姐 我会一个人上山跟你们谈交易吗 这样吧 跟你们说白了 我今天来就是拿我换我姐姐的 你把我姐放了 我留下 你拿我当傻子呢是不是啊 啊 你爹早就想搅了我的这个晚山寨 我把她闺女压在这儿 我不正好给她找个理由吗 别耽误事了 听我一句话 赶紧走赶紧走 赶紧走 郭小一 我爸就我一个女儿 我现在在你们这儿 你觉得我爸会不顾我的安危 缴了你们晚山寨吗 堂堂一个大当家 怎么连这点事情都想不清楚 大哥 等等 把枪收回去 我有话跟你说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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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 箱子可按钦 立正 报告 几个完毕 确实事 待命 是 表法官 我们分几路人马上山 现案并不动 小姐还在他们手上 如果我们强行攻山 小姐会有危险 那我们 约翰帝待命 看看情况再说 是 你往哪儿来呀这是 你拉我干什么呀这是 大哥 先别急呀 能不急吗 我命令你赶紧把那小娘们儿给我轰走 大哥 大哥 我觉得这事咱还得从长计议对吧 还从长计议呢 哎呀 你知道不知道 新娘子在屋里等着我呢 我这新郎棍 我圆不了房 我能不及吗 大哥 我觉得吧 这女人什么时候要都行 但不是现在 这毕家琪的话咱不能不听 毕竟她是毕镇中的女儿 她今天一个人来 还能跟咱谈调剑 这不挺好吗 没必要把她逼急了 她要是真急了 她爹毕镇中的老东西 也饶不了咱 还不天天找咱麻烦 要是以后毕家琪不在山上了 你再想想 被动的是不是咱们 对对对对 兄弟啊 说得对呀 你说这小娘子在屋里等着我呢 你知道这个 你得理解呀 大哥 等过了这一关 二弟给你找一个 比这娘们漂亮 十倍百倍的 行了吧 咱不要因为女人 坏了咱的大事 对 二弟啊 这这这这 你比我想的长远哪 大哥听你的就是了 那就这样决定吧 你你你去办吧 我就不去了 免得我见了小娘们 我我我我再改变主意 好 我明白 那大哥我去了啊 去去去去吧 张小姐 大哥我出去 你们再逼我 我就撕给你们看 我 满主姐 满主姐 你怎么来了 这里很危险 我带你下山吧 下山 走吧 夏琪 你说是哪个混蛋啊 居然想要绑架张小姐 你说张小姐平时为人多好啊 谁跟他有仇啊 要是让我知道了是谁帮了他 我饶不了他 东家 你就别太担心了 别担心别担心 你就只会跟我说别担心 刘子豪那个王八蛋 平时跟我们斗的时候不是挺能干的吧 现在他干什么吃去了 居然让土匪把张小姐给绑到山上去了 东家 老爷总说 凡成大事的人都不拒暖你私情 少拿我爹的话来压我 要不是我爹 我会去哪个连蛋都不会吓得婆娘吗 可是少爷 行了行了行了 快 把曼珠姐送回去 小姐 那你怎么办呢 快走吧 走 好了 走吧 好 报告副官 司令集殿 好 你要不管你听清楚了 山上地形复杂 晚上攻山一定吃亏 你在山下守一晚上 天衣亮时上山把小姐给我救过来 小姐要是出事 我要你的脑袋 是 司令 正好我饿了 慢走 福山 揹 喊 刘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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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小姐让我跟你带句话 满洲小姐 她已经替你救下山 派人送到城里了 要你不用担心 她自己会想办法下山的 下面的话 是我要跟你说的 刘子豪 我们小姐为了你 次次拼上性命 你要是还有点良心的话 就把我们小姐救下山来 别辜负了她对你的情意 驾 驾 驾 子豪 那我们还去不去 当然要去了 家琪在打阳线 救我的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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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